湄公河次区域流淌着东南亚最大河流湄公河 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 湄公河弯如一条主动脉 人们与两侧居住 它繁衍了不同的谋生之道和文化 但人们仍能和谐共处 生命之河 湄公河 让我们能够探索过去 瞩目现实 展望未来 乌问大学作为东北泰东南角和湄公河区域的一个学院而成立 最初乌问学院只是孔敬大学的一个校区 其于1990年7月29日正式成立乌问大学 送集教授为第一任校长 乌大校区现有十个系以及一个学院 另一个穆达汉教学新校区也已成立 乌问大学致力于教与学 科学与技术 人与社会和健康三大领域 拥有学士 硕士 博士 总计83个专业和超过15000名在校生 乌问大学致力于学生为中心的方法 源于其相信 在21世纪 毕业生应获得终生学习的能力 学生被鼓励通过实践 实验 实习 以及合作和互助教育的方式 来提升自身学习能力 众多学生获得了许多国内及国际奖项 为自己和学校赢得了荣誉 是乌问的骄傲 学校不但关注教学质量 而且注重学生的生活水平 环境和设施 对学生的校园生活是至关重要的 学校致力于营造快乐氛围 并引导学生走向成功 学校支持学生个人观点和技巧的发展 鼓励毕业生快乐生活 并服务于泰国社会 尤其是当地 学生被鼓励去参加当地的艺术和文化保护活动 作为他们伦理道德发展的一部分 乌问的教研人员尽忠职守 兢兢业业成功出版了众多读物 并拥有知识产权 乌问力图发展 新领域的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用于改善当地民众生活水平 同时为未来不同层级的出版物作规范 乌问大学的研究成果支撑了泰国东北角以及湄公河区域人民的发展 这所大学意识到它在形成强大稳固的本地社区中的重要性 它为社区的医疗服务和加强社区网络提供基础知识 援助以及鼓励 尤其在重建和保存当地的艺术文化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 乌问作为当地及湄公河区域领先的学术机构 极其重视教学的重要性 并与东盟国家建立学术合作以谋求更久远的发展 乌问监信其自成立至今已取得很多成就 并发展为湄公河次区域以及东盟的一个领先的教学机构 大学时刻准备着促进当地社会及东盟人民的生活质量 乌问监信 学无止境 并朝着基础完善人民智慧的社会而努力 终将成为建设、繁荣、稳定和美好社会、国家以及区域的主力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